昨天先報告的這個養生館 它有新增一個案例是一個司機的母親 詳細的疫情我們還在調查當中 目前匡列了40位的消費者 那相關的這些家屬也匡列了80個人 所以這120個人左右都匡列為接觸者 那採檢已經大致完成了 那目前有一些結果出來還沒有養性個案 我們會繼續追蹤來做處理 針對這個業者我們絕對是依法研辦 那至於我們這個警察 因為他是關門之後在裡面營運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會責成我們警察局 來做相關的一個研除 那修菲偷偷營業要處罰多少錢 處罰30萬元 然後送我們的這個地檢書 稍後時護罰 觀賞 問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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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消費封 我是為它 寫問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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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問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